歡迎回到神秘五十二區 大陸廣西有一個十二歲小男童 從小孤苦無依被遺棄在山村 他經常像這樣吃野草 填飽肚子 每一天朝思暮想 祈求能夠找到自己的親生母親 結束悲慘的童年 他能找到嗎 廣西隆林群山環繞 十二歲的楊六基 陸居農村木造老屋 無苦無依 因為爸爸今天就像我媽媽跑進來 所以別人就請問我妹爸爸 自從六歲那年 母親改嫁 爺爺奶奶相繼理事 六基因只好投靠親戚 幫忙養豬放牛 一個人自立更生 就土了一半碗飯 因為我一個人 一半碗飯可以吃一天 一早餵完豬 六基因終於有時間做早飯 家裡的柴米油鹽全靠鄰居分送 早餐總是一碗白飯配上辣椒 一邊放牛一邊吃 奶奶 小子裡的柴米油鹽也好 大人啊 先生先生 你來不及格寡 老公 歐四天啊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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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真的是野菜嗎 根本是雜草吧 這細細長長的就是野菜 這也是好吃的 很好吃麵 有點酸又有點甜 六年下來 這些雜草它完全不烹煮 直接生吃下肚 對六斤來說 白飯配辣椒醬 再加上山裡的青草 已經是美味佳肴 天無絕人之路 為了生存 他還自製捕魚器 我把這根鐵絲燒紅了 這個是瓶子 這裡頭洞 然後我把姓傳來釣魚 準備好獨門工具 沿路抓蚯蚓當魚兒 丟下瓶子捕魚 捕一會兒功夫 他開心收網 有一隻 三隻 彷彿天上掉下來的寶 六斤不花半毛錢 就抓到十七條小魚 他趕著回家料理晚餐 在六斤眼中 免費的魚肉簡直是山珍海味 每到夜晚 六斤一個人面對空房子 孤單寂寞涌上心頭 他好想念媽媽和弟弟 天地茫茫 他不知道家人去了哪裡 總是一個人暗夜哭泣 因為我恐怕想不要回來 別人尋棄我 所以拿往雷尚房子住你 這時候會告訴我 六斤的故事 後來引起媒體關注 經過採訪團隊聯繫 終於在一個遙遠的荒村 找到六斤的媽媽 雖然舟車勞頓 還得走兩小時的泥巴路 但六斤為了見到媽媽 一刻也不停歇 終於眼前出現這個 隱蔽山林的瓦房 裡頭住的是她 六年不見 朝思暮想親愛的媽媽 母子重逢 正如哭得不能自己 這些年來 六斤的相思 疑問甚至是埋怨 彷彿在這個 深深的擁抱中 被融化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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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這個 我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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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斤多年來的疑問 終於有了答案 原來媽媽不是不要她 而是生活困難養不起她 我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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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寶貝兒子遍體淋傷 做母親的悲痛晚分 她趕緊拿針線修補衣服 彌補多年來虧欠的母愛 很久不見到寶貴 不見到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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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子短暫相逢 限時財庫又要將他們分開 他只能強忍淚水 送六斤離開 好 寶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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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愛 看著兒子遠去的背影 這次離別要再相見 恐怕又是遙遙無疾 六金的故事感動眾人 採訪團隊特地在節目上募款 希望民眾的愛心 能讓六金一家三口團聚 你想像當中的家是什麼樣子的 和他們一起生活 一起吃飯 和弟弟一起 如書 可以不成也在 落盡多年來 無依無靠的新年創傷 終於在這一天得到慰藉 善心人士的幫助 讓他不用再吃草捕魚 重想天人之樂 未成為 無依無 未成為 無依無 無依無